接下来抓紧时间 请上今晚的第一组选手 抢先100秒 大家好 我是蒋天音 我大概是从小学二年级 被选到合唱团 六年级左右的时候 我们参加了一个 国际奥林匹克合唱大赛 在唱歌跳舞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开心的 就我觉得我把我所有的能量 都释放了 在这个时期 如果会在想 真的认真唱歌跳舞 真的有一天可以 站到我想 站到的舞台上吗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蒋天音 天使的天 音乐的音 掌声欢迎 蒋天音 欢迎来到黄金100秒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三哥 音乐 在天 天上的声音 对 这个好哈 自我叫显得很时尚 当然这一段热舞 我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和感动到我们现场的黄金观众 来 三二一 请投票 来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票数 蒋天音 94票 这是很高的分数吗 就是代表着在接下来的挑战过程当中会得到额外的五分的加分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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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音你是专门学舞蹈的吗 对 我是专门学舞蹈 然后呢我平时也会有一些就是健身啊 其实健身是次要的 就是舞蹈吧 太带劲了 对 都是满身的肌肉 对对 所以你今天来得太好了 你是看到我们这个黄金评审是太缺乏运动了 对吧 不是不是 大家健康就是美 来吧 天音老师给我们来点示范好吗 好 我就是今天特地给就是在座的还有电视机能观众朋友们 其他人都不用练 主要练就是他们俩 来站起来 代表着我们黄金一百秒最高分量的拼准 好 就是我准备了简单的运动的四个小动作 给大家展示一下 原地就可以 这是很简单的 就是很日常大家都可以练习的四个动作 然后练完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效果 第一个是这个吧 这个就是大家都会有拜拜秀嘛 就是这个肉 然后这个动作就是前后这样互转 真的很有用 清澈有效 然后第二个是这个嘛 转动你的腰 这个就是练腹肌 真的很有用 停一下停一下 我知道你的心意 但是这二位重点想练的是脸 脸 怎么能把脸练得小一点 脸就是脸其实也有运动 就是活动你的五官的话 就是比方说 嘴 上下 所以大家就其实在擦脸的时候要注意就是要往上去涂 然后就是对这样这样 通过嘴表情的变化 对然后用手这个食指去按压脖子这边 是不是营养说话呀 就是休闲的时候可以用这个去练习一下 对对对 坐吧坐吧坐吧 确实从外形条件 包括对舞台的这种感觉啊 其实能够看出来你是蛮适合唱跳的那种感觉的歌 我自己也很喜欢 我想问就是运动和音乐有什么关系就是运动会给你的音乐带来哪些好处 就是你其实多去听歌然后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不仅运动了就是对你那个音乐的感觉也会训练起来 这个音乐的时候你心里是什么感觉这个点你是可以跳什么动作 就是听什么音乐 对对对 大概就会有想象怎么动好看 对对对对 这是和你之前的经历学过的东西有关吗 对就是其实我之前就是有学很多就是关于表演艺术就舞台剧音乐剧方面的东西 那音乐剧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你说着说着话你开始唱起来了 跳着跳着舞你又开始回来说话 就是很结合都 特别好很喜欢你台上的表现 谢谢谢谢谢谢 呃天音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的梦想是有一天可以开一场属于我自己的演唱会 嗯哼 因为其实我一路走过来痛到过很多支持过我的人鼓励过我的人 但也有很多人就是质疑过我否定过我 所以其实我想要让那些曾经可能质疑过我的人看到说天音真的是可以的 可能大家想象不到啊这个天音在台上表现力就是很强看起来很开朗 其实她还是一个特别能吃苦的姑娘为了从事这个职业也做了很多的训练和学习对对对对 我大概在一国做了四年的练习生本来是想在国际市场上打拼对吗对对对所以后来有些特殊的原因没有实现这个梦想对对对对 那会不会比较受打击呢 其实当时还是挺难受的也是经历了一个比较低迷的时期 但是慢慢的现在我就找到了自己更好的一个定位跟一个方向吧 假如我是说假如如果我这辈子都不做歌手了 你觉得你还会是一个在哪个方面会有特殊才能的姑娘 我很早之前就想过因为我觉得我现在是一个正在追梦的人 但是我希望如果有一天我不在舞台上追梦了 我希望是那个可以帮别人完成梦想的人 你想做老师吗 老师或者是幕后工作人员可以帮助他们在舞台上更好更美的那些人 虽然很年轻啊 但是我觉得就为年轻的这样的一种敢于追梦的激情啊 而喝彩啊 给一些掌声鼓励 所以玩了很多咱们是为了放松和找到那种状态 其实真正的挑战在前方 是 这才是真正检验你这么多年所学的一个梦想的舞台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面前的黄金通道即将开启 请登上黄金舞台 加油 谢谢 我会加油的 加油 加油 黄金舞台一百秒造计时开始 这边真正爱想从爱情还偏赶回来 上半身像顺下半身像流浪汗 爱爱生命爱他危险 爱他最非爱他的优越 他心里的野兽像比卡锁更光严 他花皮纯上了画得更泛烂闪眼 他爱你随和爱你方便 感动不感言 你自我催眠他是艺术家 你自我承担当成年背叛 他不是反顾也不是默奈 他在模特儿却都从来不去傻 啊 面对你他装的怪的怪的 面对你却乱来坏的坏的 哪哪哪哪 never stop 他只想送去更多吧 比我我违克 你是他艺术家 你双组的 我爱无家 违克 别在做自身家 只是你没有那么爱他 爱是牛死女生的 one 谁都应该背中爱一生 我搜尘! 我抱歉我 你自己很渴近 我拉到珍 Mana 我再登専 在这参店 这参院的人 谢谢天鹰炸烈式的表演 接下来有请我们现场的 二十位黄金观众 投票 投票结束 我们来看看 黄金观众都有什么样的感受 唱跳很棒 很有音乐的感觉 舞台很炸 唱跳气息很稳 这一点是看得是门道 因为唱跳真的很考验实力 唱歌健身两步 节奏再好点就更棒了 那是 表现力非常好 以后会成为一个不错的 音乐剧的演员加油 基本都是一片赞美 而且比较难得的是 如此有表现力 很有这样的专业性的一个 小姑娘她的年纪还很小 我觉得咱们很多观众看起来也很有感触 舞蹈的气息和唱歌的气息几乎是反的 一个是轻盈的 一个是往下沉的 她能在剧烈的运动上 还能迅速地把气息沉下来 唱歌又那么稳 几乎没有跑音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她非常棒 非常棒 好 谢谢 当然我们都是赞美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 在投票的过程当中 包括在评价的过程当中 会有人给出一点点小小的建议 毕竟年轻人 还是要有成长的空间 所以我们还是抱有一点点的悬念 来看接下来蒋天音的结果 他会挑战成功吗 《黄金大幕》请升起 《天音赛》为音乐做准备这条道路 其实也会面对过质疑 所以我觉得你的每一步 人生的每一个节点 都需要在关键的时候 给你一些惊喜和鼓励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好吗 好 三 二 一 没有悬电 来 挑战成功 陈甸甸的黄金奖杯 也代表着蒋天音同学 心中陈甸甸的梦想 真的很棒 黄金一百秒挑战九十九分 额外的五分加分 一百零四分 比满分差一分 这一分 我们暂时保留 怕你骄傲 好 续续努力 希望你继续加油 真的要记住我们节目的口号 特别适合你 好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相信自己 加油 好 继续大家 谢谢 谢谢 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